雨勢不斷,雨刷根本來不及刷 開車在路上,車型視線有夠不清楚 交通安全令人很擔心 連日庞陀大雨,不論是開車還是騎車 免不了身上總會搞得濕搭搭,很困擾 我們發現下大雨會不會造成遊玩的困擾? 那就沒什麼地方可以去,下雨不方便 有一點麻煩,可是還是要服務大眾 如果濕掉怎麼辦? 盡量不要讓它濕了,動作快一點就好了 近來超商購物的民眾,在採購的同時 總是會往雨劇區選購,以備不時之需 這波水氣加上東北季風發威 短時間能見到陽光的機會,微乎其為 大家出門在外,雨劇、雨傘還是必須隨身攜帶 提防忽然傾盆大雨,走在路上也要小心 汽車經過時要離遠一點,避免大水見得滿身濕 變成落湯雞 東台新聞,張家維,台東報導 從路上也不能看到 海外的很濕 也好,有多灰燙